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节由我去刘山 还有我们的新西兰 易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 Channel 另外还有《正向报》 再加上《晒冷气》 都需要大家的订阅 点赞 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一下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我们讲讲MIRROR演唱会的意外 MIRROR演唱会 李启燕的相识 我们都讲了好几次 因为看到每次MIRROR演唱会的代表 都很值得跟大家分享 听完的时候可以一起 心里都为他一起调告 最好不过 在昨天的时候 厉害了 李扎佳出了一个声明 说会出一千万 来给MIRROR演唱会 他家人 一个小小心意 对于这一番的心意 马上引起社会各界的回响 有些人觉得他应该先收住 又或者会不会不够 又或者有些人觉得收了 会不会之后再不可以说这么多 会不会到时又有什么影响 虽然李扎佳在声明上 不影响将来的进展也好 或者调查也好 什么都好 但其实有没有影响 心中有数 对于一千万来说 出了一个声明 即是要公告天下 告诉大家 我李扎佳 当然我们是复述的 现在给了一千万 MIRROR他们家人 有点心意 希望他们不要那么伤心 他也有说明的 先公平一点 李扎佳的意思是 我都明白的 就补偿不了什么 对于伤痛和问题来说 就是一些心意 大概这样的意思 对于这个声明之后 Mobar也有再出声明 那他说什么呢 对于Mobar也会出声明的话 我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我们在上一节 我们也提到 李扎佳在声明上说 也有和李启然 即Mobar的家人 一起去探望他 Mobar的什么环境 还有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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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着想 如果你真的想帮家人也好 或者是有点心意也好 他的小小心意 可能我们就封一千元 给人觉得很厉害 那他封一千万 才会有感觉 会不会呢 我想对Mobar家人来说 一千万是很厉害的 但对李扎佳这些是 nothing 就好像一般人在街上 花一百元的闲钱 那也是的 看看梁乐施那些 那个屋都五亿 五亿对一千万来说 装修费都是很勉强 对于这个一千万的东西 我就这样看 咦咦 为什么你要出一个声明公告天下 如果你真的 没错 那个感觉就是 如果你真的一起去探病的时候 可能大家私底下说起的时候 李扎这里一张一千万的本票 要一点点 不要退 先收下去 好吗 当我们自己知道 如何处理也好 医疗费我们都明白 公司那方面会给 不过可能你们两个 会不会在加拿大也要回来 或者要放弃了不同的东西 本身有些工作 有些在教会里面的工作 可能要找人顶手 或者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这些就收了他 通常就是这样的 塞在人家的手掌上 然后就捏了拳头 那些剧是这样的 比较老土的方法 可以这么说 不要说那么多 收了他 不要说那么多 最重要什么都是 阿Mo最好 先收下去 好吗 如果这样的话 我觉得感觉就会好些 我最初以为 原来不是的 原来不是的 我最初以为 两者之间 即是两方面 或者叫做 是有个共识 原来没塞的 那笔钱 是吧 现在阿Mo巴总括来说 他的声明 就是叫 远拒了这一千万 他就说不收 即是代表什么呢 李泽佳 究竟是见过阿Mo 之后 然后再回去 思前想后 再叫同事 去写这个声明 还是怎么样 当然了 如果私底下 给了这一千万 那是不是会 对于阿Mo的家人来说 感觉可能会 舒服一些 如果真的 你向全世界说 我给了一千万 他 怎么也有压力 阿Mo巴收了 那当然是有压力 对于一些 一般普通市民来说 突然间有一千万 当然是很厉害 是不是 如果阿Mo巴真的收了 的话 这样就变成 阿Mo巴全家人 就接受了他的道歉 不只是接受了这些钱 这么简单 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阿里泽佳来说 可以说 有大部分的责任 可以先放下 是不是 或者那个叫减压 责任那里 可能要等到调查之后 那个结果出炉 就要再减压 就是要捏多少上身 或者多少才关他事 不过始终 刚才也说了 用一千万这堆的银子 来占一占底 起码到时的力 都会没那么大 当然 买个保险先 是不是好些 那这就一件事了 不如这样 我们听到Mo巴的声明 大致是怎样 我们再去看看 那个意思究竟是怎样 好吗 好啊 那说到了 对于日前 李泽佳先生 和相关公司 对于阿启賢 作出的关注 慰问和探访 他们作为家人 要向李先生表达借意 鉴于医家体验 仍然在专家团队 所定出的医疗方案 进行治疗 而且要首先配合团队的疗程 并且也要专注 招顾Mo的医家现有的需要 以免影响了Mo的健康康复进度 未来的治疗方案 所以就需要看一看 Mo的康复进展 以及医护团队的建议 这个位置先拆开 Mo巴也有说过 大家不需要给我的偏方 神功、气功、特异功能 吃什么 偏方不用了 现在主要来说 都是医院医疗团队 再加上中医方面 中西医合璧 那就OK了 其他黑育段族高 不要说太多了 再说下去 由于Make a Feel 和大国文化 已经作出了承担 Mo所有医疗费用的承诺 都是好事 就是他们两个 父母的生活费 这些 或者他们自己私底下的 不用关心我们这么多了 最重要是 儿子的医疗费 就是突然叫中医 突然有这些特别的药 可能贵了就有些问题 不过不要紧 Make a Feel 大国文化就行了 就可以令到他们百分百 专注Mo的治疗 和照顾上的需要 自从第一封代讨讯出了之后 有个别教会也提出了 不如为Mo的情况 而有一些内部集资 也有个别人士想在物资上给他 即是代表什么 不只是李泽佳这一千万这么简单 其实世上很多有心人 听到觉得很温暖 有人帮忙是好事 你遇到一些这么大的不幸 对他们这些家人来说 有这么多人支持他们 我相信也是 对他们有一个很强大的 不单止在生活上 在心理上也有很强大的鼓励 是啊 灵命上也是一个特别的位置 这次是 甚至有一些具有专业资格的有心人 在治疗上也都亲身参与 即是想亲身参与 应该是这样 我是这一科 这是自然事 还有对于李泽佳先生 所提出的个人捐赠 他很有礼貌地说 请容许我们在这带着感恩和谦卑的心 以及以上的好意 因为在责任人未有妥善处理之前 所有的捐赠都是为时过早的 看到这一点 不如我们轮口说一下我们的观点 我只是觉得 即使现在我都不知道责任究竟是谁 如果你这么快就说个人捐赠了一千万给我 大吉利是 如果责任人最重非那个 真是你们贵公司的话 老实说一千万够不够呢 假如你的个人捐赠 会不会影响到你日口公司所作出来的赔偿呢 或者有其他不同的考虑呢 如果你问我 都可能真的要考虑一下 因为很难保就是一件事 将来如果责任那方面 可能公司那方面 也有一个顶绑的上限 要赔的东西 可能赔到某一个位置就没有了 对于是否可以再争取多些呢 会不会有那个难度呢 因为我较早前已经收了你这一千万 如果到时真的是你的 那怎么办呢 或者是否到时的负责人 这个就是另一个看法 假如真的有相关要负责的人 那你这一千万可以省下 我问他拿得了 我小龟要你这一千万吗 是啊 没错 我都认为是这样的看法 因为如果他万一 那麽巴收了那一千万的话 那其实虽然李泽佳的声明 就说他这个是私人名义的 但是在公众层面来说 就变成了是 那麽巴接受了一千万 也接受了这件事情 就是有部分的责任是减轻了的 对李泽佳来说 对啊 李泽佳来说 就是那个公司来说的压力 我们昨天那一节都说了 真的会马上减弱很多 我们看到也有趣的 李泽佳出完那个声明 出完不要浪费 那个Cafe的大国文化 就立即出了一个声明 又在借机 躲在这一千万的背后的保护傘 又说一下 我们都会支援 又说这样的 你这麽久不说的 那麽巧的 你现在才说 是呀 现在才说 有没有太晚了 早点不说 不过可能要配合老板 是吧 又或者是啦 或者不要浪费 就是对这一千万的威力 那些够姜呢 就在Mobar出完一些代讨之后 就再去就住 那些代讨的问题 或者他要代讨的东西 为什么要代讨呢 有时候真的要代讨呢 求助无缓 有时候真的 因为我看到都把火了 真的 例如那些什麽调查 或者那样 所以Mobar经常都说 希望可以快点水落石出等等 接着Mobar也有说 在政府的跨部门工作小组 还未发表最后 最后的调查结果 责任随属尚未能够判断 要等到最后的调查结果公布之后 才能够作出妥善的处理 这样可以还给Mobar 以及其他受伤的Dancer 一份专业和公道 亦都可以给这个演艺行业 一个安全的保障 亦都期望涉事的单位 能够负上相关的责任 即使你这一千万 我就心灵了 最重要是一人做事一人当 可能是谁去做呢 或者可能你说 Mobar 我这一千万是给你的 但当是喝茶 喝茶 真是心疑 一千万喝茶 他们的态度可能是这样 可能是飞机 对呀 就是私人飞机维护的费用 一年都不知道 是否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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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我心意也好 我都不领你呈住 我都是等这些责任的人给了我 然后你再跟我说要捐赠给我也好 然后Mobar就说了一个重点 跟我们昨天那一节 看到李泽佳所说的声明之后 那个看法挺近似 Mobar就说了 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来说 前路本应是一片光明 不过啟然就是武力现阶段 只是能够靠别人的照顾 他生活上每一个 记住 是最基本的动作和细节 有些什么我们很基本 可能执高一只手 可能脚底痕 你便执高一只手 执下脚底 或者可能你睡得躺平 睡不舒服的 你便领下身打漆身份 或者可能咬牙松缸 或者想剪脚甲 像这些 那么基本的东西 或者咬牙 都做不到 虽然Mobar现在的心理质素 渐吹正面 渐吹正面 就是间接告诉大家 他之前可能很负面 接着再说 往后的人生如何好呢 这个我想真是现场 见到Mobar这样的情况的人 一定会这样想的 这么简单你都不行 是啊 你一般 连个人的生活都处理不了 以后怎么生活 很难想象得到 一般人来说 原来连简单的治理能力都失去 其实生存下去还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意思 可以从中代入 Mobar可能将来会有 越需要过这样的日子 那个责任真的要理清 才好 讲这些什么赔偿 如果一开始 Mobar 我认为Mobar这样做 都是非常合理的 如果一开始就接受了的话 那以后的数据怎么计 虽然李泽佳的声明 就说不会计 但是难保真的计下去 以及公众的反应 是怎么样 因为他也说出来 如果你私底下塞下去 独情有可原 但是他也说出来 是啊 他是利用 你问我 我觉得李泽佳 他是利用这一千万 这个字 就是鸡腿打人牙教员 公告天下 给了一千万 就算是有点心意 或者叫做 你们就算有什么担心也好 你接受了 或者有些什么 先接受先 不要说这么多 先接受先 有点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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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会是这样 私底下 我觉得感觉会舒服一点 因为私底下 给了我 哇 你讲给全世界听 压力究竟是怎么样 你就可能过瘾了 可能李泽佳也会有人 吓他 好像我们这样 都会说 这样好像不是那么好 你这一千万 不是只有一千万 那么简单 是有相对的利用价值 是啊 没错 不是只有这么简单 不是真心 只是给他的一个捐赠 你要告诉全世界听 哇 你没有搞错 那个感觉 我觉得是有点怪怪的 有些人就问 为什么Mo Ba 就先不收住 还是怎样的 之后再去挥 还是怎样的 不是这样 现在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做的 好了 我们再说一下 心理质素是趋正面 不过Mo Ba就说 他往后的人生怎么样 周围年老的父母都很担心 如果情况不能够改善 而他们有一天 真的安息主怀 他们会带着遗憾和难过而离开 大家可以感受到 就算你真的给了一千万 这一千万 都不能够令他们很安心地离开 听到这里我心里都说了 嗯 那我们昨天 就算了一条数 如果随开 虽然说 阿Mo 还有五十年的人生的话 每个人只有万六元 有些 就是一万六千 百六十几 等等 那有些网民都算 就说 公立医院 每天就住多少钱 这样的 够他住八十年 有时看到这些数 我都觉得是很心酸 虽然说医疗费 就是公司给 但是其他生活 那怎么办 就是阿Mo 现在来看 假设他有个颈 我的颈枯 还是怎样 他的颈痕 他想拗 都拗不了 是很困难的 连生活治理都成问题 这个很难用 这个影响是金钱来衡量的 不知道 是否这些富豪 这类人 就是他们解决问题方法 或者叫最简单直接的形式 就是 痠 或者定点庸 会不会叫做得得的 这个就是一件事 那Mo巴再说 他说 他们就是出生于基层家庭的神职人员 面对前面众多因素的挑战 为了Mo所作出任何决定 都会对他日后有重大的影响 他说 期盼神会给他们所罗门的智慧 那又对 收了这一千万的话 或者让全世界知道你收了这一千万的话 带来的后果有什么影响呢 有些事情 可能说 假如大吉利是有责任的一方 假设不是ViuTV 不是大国文化 不是古灵精怪 不关理事那边 假设是买一间公司 可能赔得少了 或者付得不太足 你又要和他长期打官司 或者其他不同的事情 你只想到这里都很心力交税 再假如一件事 你再去和这些公司去糾纏 人 还是去打官司去说要多少钱 多少钱的时候 到时就可能会有一种延后的问题 就是 你当日都收了一千万 那现在追得这么行 还说这么多 不要追得这么行 贪钱 这些说话 我明白 一定会的 一定会这样说的 所以不可以 要尽量避免这些闲言闲语 这些闲言闲语 是会直接影响到病人的心理质素 不单止这样 除了家人 对不对 没错 其实我很不想看到 社会上 对于Mo今次的关注事件 被这一千万 领转了风向 和大家的关注 我们都明白的 特区政府 他们专责的小组 还是在调查中 或者在做不同的事情 可能对于Mo的家人来说 他们自己都 最想知道公道在哪里 最后就说到了 在此也都感谢李泽佳先生 开展这个话题 令到他们思考 如何去为Mo的未来生活 作出妥善和负责任的决定 这一点是挺令人值得去細微 还是间接来说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 一千万是哪里救 不知道 我的感觉就是 假如你给我一个数 我会觉得Mo的余下的人生 都是有保障的 金钱上 可以令到他生活上有保障 就算邀请人 又邀请助理 来帮他 但起码都要见到他之后的生活 是有人帮他安顿得到的 还有有钱给才行的 如是者 那是不是未来的生活 以及如何叫做妥善的安排 一千万怎么能够令我觉得妥善 不够的 绝对不够 应该要有一个更加完善的一个办法 或者一个解决办法出来 例如可以保障到他日后的生活 无论他是有事也好 没有事也好 能够保障到 自然就最好 但问题是 你这一千万 他就 Mobile就真的很聪明 不会说收了他 收了他 那就变成了 被人觉得 李泽佳的责任就少了很多 少了很多 那就好着数 对他来说 一千万就搞定了 可以解决到 是不是 或者那个炮口 就会令到人家 对于Fu TV 或者什么大国文化 这些质疑 会轻很多 甚至乎 说不买 花姐又转个美丽头 其实现在都见到 可能炮出来还够胆 我们见到 最近期 我们昨天那节也有提到 姜濤 有一套新剧 就好像叫 贵前赛 都说准备 硬坎TVB 还是哪里哪里的 假如大家都是带着一个 对于Mobile的关心 或者看到姜濤 都会想起 会不会不太想去看呢 或者不太支持他这个电视台呢 即使也是麻烦的 是吧 是 看到被誉为秋水王的林作 都出来说几句搞笑 他说什么 他说我呼吁李爸爸 不要因为外奸的压力 不要因为他 林作的压力 或者其他重要的 听你说 真的死得人多了 是吧 听林作说 他说 不要给自己压力 导致不敢收这笔钱 他说 李爸爸 会不会是 强调自己 基层呢 会被人灌输什么 金钱是万恶 什么 这些价值观 还是怎样 不要说这些 你不要射什么 这个 这个是 好像 他的立场很奇怪 他这样说 他是不是在帮李习佳 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是不是 还有第二就是 他怎会觉得别人 因为 基层一定是 对钱有戒心 不会的 我相信能够 足够资金 去加拿大生活 可以有钱去移民 就算你说多基层也好 差也有个谱 是不是 是啊 所以很麻烦 他都说了一点都对 但是林作也说 法律责任 因为法庭的审讯 会被无限期拖长 我估计可能会是这样 很烦 这是长期的斗争 但是法庭就是这样 法庭是很多事情做的 不是很多案要审 所以需要很多时间 假如李泽佳 有心的话 在责任随属 甚至乎 莫巴 要去打个很漫长的官司的时候 他可以再说 自己可以 今次不如这样 三千万 或者这样也不定 这个我们不得而知 他们这些有钱人的世界 或者他们怎样去出钱 我们已经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不如这样 怎样也好 我们都继续 给一些信心 那么莫巴坦然面对 希望 在他来说 每一天都很漫长 每一天都要照顾着莫 去陪着莫 畢竟都整个几月 你想想 你这几月 你做了什么 可能我去哪里玩 去哪里吃东西 中初至去哪里慶祝 接着什么时候放假 又去哪里 或者接着又去哪里玩 等着去日本 可能莫的一家 都是在医院那里陪着他 看看怎样适应 怎样接受治疗 他们都很想一家团聚去玩 对 因此我们在平行使用下 有时候 都要去挂念一下某些人 或者想一想 一些人究竟是怎样 因此我们某时候 都会有时候 搞一些慈善活动的时候 都会贴出来给大家看看 就是这样的意思 在我们吃喝玩乐的同时 其实有些人的生活 都未必是这么好过 这里怎样都好 李泽佳他究竟是怎样想 或者那个如意算盘 究竟是怎样的 我们先猜到这里 先说到这里 我们接着一起 再看看市场的发展 或者大家一起留言说一下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